大家好我是最近拍電動拍到睡不著吃不錯的MV大小March Bear 最近呢在玩的是Pokemon DUN 然後玩到完全睡不著覺 捨不得睡然後一直拚著面子在玩 目前呢圖鑑收集到快完了快收完了 因為大小沒有臉線所以只能夠跟阿軒兩個人就是想盡辦法就是 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超瘋狂的每天至少玩到五個小時左右 還蠻好玩的 那既然呢我想說這次主題是Pokemon的話 就是要開一下Pokemon的東西啦 來看一下大小到底抽到哪幾個吧 然後還有這個人蛙 上一次在寶可夢快閃店買的人蛙 然後等一下就要把它拆開看看它的可動如何囉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人蛙好了 因為書包等一下說不定可以背在人蛙身上 打開囉 我覺得這次的寶可夢啊真的還蠻好玩的 因為舊的寶可夢每次我只要玩到就是大概過關 因為劇情農場嘛 嗯...玩的東西又比較費省 然後又要練等幹嘛的 所以通常都是打完第一輪第二輪打到一半的時候呢 大熊就放棄然後遊戲就丟著或者送給別人玩了 這次呢因為它確實劇情比較偏短一點 所以大熊就是很快的把它玩完 然後第二輪也很快的打完了 有趣的地方是呢它的那個圖鑑呢沒有收滿 然後大概三百多隻的樣子才四百隻 啊四百隻 然後它四百隻就已經把大熊拆到類似了 然後有一堆人在那邊說什麼 為什麼沒有寶可夢全部收入 問題點是全部收入進去 哇怎麼收啊 我光是這些我已經收到我快崩潰了好不好 如果全部收入進去的話我們就收到死了 然後大熊又是那種捨不得花錢給 開什麼寶可夢銀行的人 嗯...真是...沒辦法 所以呢大熊這次收集的還蠻開心的 而且它有另外一個重點叫集聚戰這個設計 集聚戰呢就是四個人 就是全部人數可以最多四個人 然後一起同時打一隻 集聚化就是超大隻的寶可夢 那個...真的是...你如果找朋友出門的話啊 喔...你...你...真的感覺大概只過一個小時 你已經玩了四個小時去 超可怕的那超吃時間的 很瘋狂...好好玩喔 我覺得這次集聚化真的超好玩 而且...衣服這一次的... 嗯...因為大熊是走時尚大師路線 只是...時尚大師路線走著走著就破關了 破關以後我覺得衣服太少了啦 我覺得衣服不夠多 姿勢跟造型跟表情還有... 喔...最重要的是...髮型真的好少喔 髮型真的大概就是... 那個...影片就是... 廣告裡面看到那幾個 所以... 嘖...玩起來很快就玩完了 喔...這個是說明書 然後還有圖鑑 喔...它後面有綁這個 差一點就把它拆壞了 沒有綁...那種...扣線 哇...怎麼那麼多啊...87喔... 喔...8...可能是怕它關節斷掉吧 我覺得如果是...像大熊一樣就是... 很容易一個遊戲... 產生逆感啊...很快就玩不下去的人 這次寶可夢是適合的 可是如果說喜歡那種什麼...以前的寶可夢... 大長篇啊...第二輪啊...刷6V啊...很瘋狂的那種玩家 Sorry...這塊遊戲不適合你喔... 這塊遊戲...偏短...然後劇情有點... 其實就是...男生與男生的...熱情友情的...互相的感情 可是...這大熊看起來就是... 別了...別了... BOY'S LOVE 呵呵呵...它的可動... 腰部好像還不錯 可是好像有點領厚厚 手呢...我覺得手很好欸 它手是做那種歐美玩具這種轉輪的 很棒欸 可動度超高的...這裡...手肘這裡 也是有雙重欸 可以這樣...旋轉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凹進來 所以可以做出很棒的暴胸欸 它暴胸竟然可以暴到這邊欸 它可以暴成這樣欸 好crazy喔 它竟然可以暴胸暴成這樣 腿呢... 因為它腿這裡很細 所以...腿的隻...哇...完美 然後可以凹下來 然後...凹下來也是可以旋轉的 跟手一樣是凹下來可以旋轉 超棒的欸...我覺得超...超讚的它的可動 好像188吧...這樣188欸 脖子結果比較可惜它就只能這樣轉 就是180度這樣 那後面也有這個...它的那個飛鏢 你仔細看的話它也是一個... 嘖...醜秀的玩具啦 可是...醜秀之餘 可動啊...上漆什麼 我覺得... 可能...原價的話超爆貴 所以...那個...不可考的那個太...太早了 那如果是變成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很划算 好棒喔...還好當初我有買 我根本想要買卡普咪咪咪 可是沒有買...我現在有點後悔 早知道應該要買一下卡普咪咪 而且它的後面這個...背著的還可以拿起來喔 超讚的... 八幾個而已啊...不錯啦...這個... 大雄開過的袋術 這個小火龍是大雄開過的 所以...那就...收著吧 為什麼會這麼愚蠢 大雄之前開過的那個...第一代的術包是長這樣 然後這個是第二代 它呢...有...噴火龍 皮卡丘 然後...卡比獸 呆呆獸 木木曉 那個...白撲撲 然後還有... 迷你Q跟...一部 然後大雄抽到的呢...是... 木木曉 超可愛的 打開來看看吧 為什麼這一次會拿它來跟... 我們的人蛙一起開箱呢 因為... 就可以像這樣耶... 揹著 超Q的 好優喔...超棒 可愛 可愛到不行 超可愛的 另外一個呢... 當初就是為了抽迷你Q 然後才去商店裡面買的 要不然它那個... 其實你在外面如果說有一些像是... 扭蛋店啊 或是一些... 日本的模型店的話 你直接買一整組就是一元盒 就是一中盒的話 就是全部的款式都有 可是呢...要評估一下自己喜歡的款式呢 是不是...就是這樣買下來是划算的 然後大雄算一算呢 因為...喜歡的只有一兩款 所以這樣買的話超...不划算 雖然說我覺得用賭的也更不划算 因為... 用賭的可能賭了六七個都沒有 其實... 怎麼講像這樣子 裡面有八個的話 你只要賭超過五個 就不划算 沒有自己喜歡的 買到第六個 基本上就跟外面買一整箱的價格 一中盒的價格快要到一樣了 非洲倒不行 不敢賭的 千萬不要這樣賭 就直接去買一中盒吧 然後大雄為什麼我也想賭 因為...大雄覺得說 沒關係我去買三個還沒有中就算 大雄是一盒 打一張發票出去猜 沒有中回來再猜 再買第二盒 然後再猜 買了三盒的樣子中 其中一盒好像送給別人 超可愛的啦 迷你Q 這迷你Q背包超Q 我超喜歡迷你Q的 迷你Q好可愛喔 喔 背Q 超棒的 這背包很讚 我覺得所有的應該 人物差不多大小應該都可以背喔 我們來看一下 ZO 能不能背吧 這種模型類的關節要喬一下 也是可以背的 超Q 這個超推薦大家的 可是呢 一個有點貴 我看一下 一個126 不會啦如果說你是買一裝盒的話 一個大概100塊 然後因為大雄是去商店買 所以一個就是126 因為畢竟一張一張開發票 而且這人是抽完還不一定賣得掉 所以呢 就比較貴一點 超可愛的 我覺得超推大家 如果有黏土人或是SHF都超棒 這應該黏土人也可以 然後大雄的驚慌報告呢 目前就是到這邊啦 對 大雄今天只是純粹就是 拍一個小影片 然後來驚慌報告一下 然後呢大雄就要準備 再繼續來劍盾啦 只是說上一次的劍盾 可能就是直播就到這樣子了 就是之後可能就是 會看情況或者是到 副頻道去開 因為主頻道我發現說 如果開直播的時候 就會把我原本PO的影片 的精度給 怎麼講 像是我PO了第一個影片 然後後來開了直播 它第一個影片的那個 曝光會好像就會下降消失掉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要開直播頻道 裡面去直播了 對沒有錯 然後這個東西 超棒的 超推大家去買的 然後這一隻啊 如果說在路上有看到的話 我覺得它可動很可以耶 然後我當時還有注意到它 蠻多款式的 這裡好像也都有 呃...沒有賣那麼多啦 我覺得如果有看到這個盒碗 然後打開那個 進去那個仔細看一下 它那個關節的話 如果它真的是有關節 然後看起來也是這麼棒 超推薦買的 真的好划算喔 這樣可以可動成這樣耶 超棒的 大雄今天開箱的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大雄 請記得幫大雄 訂閱 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 那如果有什麼想跟大雄說的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回應你的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咪 我們下次見